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听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亲爱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61页 现在要讲到这个 四地跟原情 三圣共法的核心就是四地跟原情 这是解脱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 能不能解脱 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了解四地跟原情 那我们来看 佛说解脱道四地与原情 圣身诸佛法由事而显示 那我们说佛初转法人 最初的解脱是吴比丘 佛在陆远院为吴比丘 初转法人说法 那到底说的什么 基本上就是中道四地原情 基本上是这样 那不管是中道四地原情 基本上都是在讲吴我 那最初的中道先讲离苦乐两边的 再讲离长跟断两边 由离长见断见而正吴我 那或是从原情里面 这个诸佛运缘声诸佛运缘念 这里来讲吴我 无与原情是原事 或是从苦及灭道里面 去证得吴我 先来说明初世三圣共法的总干 这陈佛之道里面三圣共法 主要就是在讲原情 所以就是吴我了 吴我是一切生死的 就是一切解脱的关键 我见是一切生死的根本 所以能不能解脱 会不会解脱 要看你会不会观吴我 有没有正吴我 其实是这样的 假设你的认知里面 没有吴我这一项 那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不管你念多少佛 拜多少佛 持多少咒 修多少供养 只要你不了解原情 只要你没有正吴我 你就不可能得解脱 就算你有神通会变化 你也不可能得解脱 就算你持戒亲近 修到非想非非想 得定有神通 你也不可能得解脱 那就算你没有神通 那这个没有持戒亲近 但是有持戒 但是没有完全亲近 或是说你没有定 没有神通 但是你正吴我 你断身戒 你就一定去向解脱 出国的圣者他有贪嗔痴 他也没有把烦恼断亲近 但是他因为断 他只断身戒 正吴我 他就可以得解脱 那怎么样正吴我 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关键 怎么样可以正得吴我 正得吴我 不外乎观察这个我 因为我跟吴我 为什么正得吴我能解脱 因为我们执着于我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观察这个我 是什么组合而有的 不外乌运处见 五运六处六见 就是后面就会讲 但是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 就是解脱的关键是吴我 生死的真解是我见 所以现在要解脱 就必须了解吴我 可是怎么了解吴我 了解吴我 要先了解我 那我 不外乌就是五运六处六见 从这个地方 佛讲我 不外乌就是五运六处六见 这样 就是说我们讲解脱 解脱的关键 解脱的一个关键 就是你能不能解脱 问题在于看你有没有正得吴我 那生死的真解就是我见 你会不会轮回 就是你会不会轮回 是因为我见 是因为有我见 因为有我见你才有生死 为什么我见就会有生死 因为有我见就有我爱 我见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 无名就是不知道无我 所以我见就是无名 无名贪爱 无名一定会起贪爱 无名贪爱就会造业 无名贪爱就会造业 业就会遭感生死 业就会遭感生死 叫做润身 业会遭感这个身体 就是遭感生死 就是会润身 其实这样来的 无名贪爱就会造业 就是过业 过业苦 遭感生死会论身就有苦 所以就说祸业苦 祸 这个就是祸 那主要是这样 所以跟真结再把这个火箭去掉 那火箭要怎么去掉呢 现在就讲这个道理 火箭要怎么去掉 基本上你要正无我 你必须先 无我就是否定掉这个我 把这个我否定掉 那无我 无我并不是断灭的 不是断灭的无我 不是断灭的无我 外道也有讲无我的 因为无论 死了什么都没有 那边无我 不过不是这种无我 所以就说非常非断 不是常见的我 也不是断灭的我 也不是断灭的无我 不是常见的有我 也不是断灭的无我 是缘起的无我 那先要否定 但是大部分是以我见为主 那所以要否定到这个我 那要否定到这个我 就是说要认清这个我 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 很常不变 独一自主的我 不是的 所以有时候不讲无我 叫做什么 叫非我 有时候阿安金不翻无我 叫非我 因为无我很容易 跟断灭的无我 连结在一起 就没有我 共产党也讲无我 死了什么都没有 没有灵魂 没有后世 没有夜报 这个也无我 但是也不是这个 这个也是邪见 所以那这个我 要先分析这个我 要认识这个我 那我是什么 我基本上 就是这个身心结构 身心结构不外乎 从三个地方 叫做运 处 戒 那在阿安加安里面 主要是运跟处 运处 那戒是个连起物 一起放的 那我们在 基本上是不同 身心结构而已 我们不外乎就是身心结构 看得到跟看不到的 看得到的就是 皮骨落血这些 内脏外脏 内脏这些 看不到的 就是那种 喜怒哀乐 精神沉面的 我们叫做 形而上跟形而下的 其实是这样 那运就是五运 五运 六处 处就是六处 那六处主要是 原而鼻子的生意 叫做内六处 原而鼻子的生意 所对的境界 叫做外六处 那戒就是六戒 地水火风空尸 只要是这样 那这个是 比较偏重 降于心里的 降于心里的 这个是 言而鼻子的生意 是生理结构 降于生理的 这个地水火风空尸 就比较偏重在物理的 降于物理的 那由这样去分析 五运 五我 那五运 那如果 一阿含经里面来说 怎么样去证得五我 就是观察 以这个为主 以这个 所以五运六处 是最多的 那五运 比如说五运来讲 色 色 受 想 那后面都会讲 那我们先知道 色受想形式 那么这个色受想形式 就是一阿含经来讲 它都做五主观察 那如果是大圣经 它就偏重在心 所以想 这个是心手 这个是心 那这个一般来讲 这个阿含经里面 都从色开始讲 那 大圣经里面 就比较强调 从这个心上讲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那基本上都是从五主 一个色 不管是色受想形式 都是五主 一个过去 现在未来 过去色 现在色 未来色 这样去看 现在 然后内跟外 内色外色 或是内受外受 内想外想 都是这样 就五主 做五主观察 内外出细 出色细色 或是出受细受 出细 内外出细 好丑 好跟不好 好跟坏 或是苦跟热 然后另外就是远跟近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描写 做这五主 那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不是这样 它是做这样 从五蕴里面来看 五蕴 做三主 集运我 就五蕴本身来看 集运 集运 迪运 这五蕴是我 以五蕴为我 集运我 就是一般讲这样 集运 离运 相在 这个相在里面两个 运中有我 我中有运 那这合起来就四个 每一个都有五个 因为运就是五蕴 集运我 比如说来讲 一心就是这个五蕴就是我 这个五蕴就是我 这蕴有色受想行事 射集运我 这个身体就是我 受集运我 想集运我 就可以说集运我 这个叫离运我 想集运我 行集运我 所以行就是思考 我时故我在 是即是我 能够认识的 那个叫做集运我 然后这个离运我也一样 有五个 离开这个色有一个我 离开这个色 受有一个我 就是离运 就是离开这个五蕴之外 另外有一个我 射受想行事之外 还有我 有一个我 这个射受想行事不是我 但是射受想行事 我在射展身之外 叫离运我 现在就是 射中有我 我中有射 这个 运中有我 我中有运 我中有射 这个运中有我 射中有我 受中有我 想中有我 行中有我 事中有我 我中有运就是 我里面有射 我里面有受 我里面有想 这样加起来 就总共有二十种神剑 就五个 十个 十五二十 二十种神剑 另外 只要去观察 设计是我吗 不是 为什么 我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定义 我的定义是很常 独一自主 经文里面 你常常会看到 他怎么去想 在树下好好想 设计是我吗 可是我是很常 独一自主的 可是社会变 十八岁的时候 三十八岁的时候 五十八岁的时候 七十八岁的时候 那个不断在变 可是我是不变的 所以很明显的 社不是我 因为我就不变了 我是自信了 可是他会变了 那怎么会是我呢 那从很多地方去看 那有些从心上去看 比如说像宝基金 他就从心里面去看 从这个心法上去看 那心法上去看 他从三个地方去看 比如说宝基金 宝基金里面 大圣经研里面 他主要从心上 从这个心 从这个心里面去看 我在哪里 去求这个心 因为我之所以知道 有我是因为我有这个心 那你就去找那个心在哪里 从三个地方去找 比如说求心不可得 一个是从三 从三十 就是回到这里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心在过去 在现在 到底你人是认识的心 这些就是受人 这个都是心 那你过去 你过去 现在 未来 心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你去找 没有 那射过去 现在未来 也一样 那现在 从心上去看 因为心比较是主体 你可以认知 这个身体不是我 因为老病死 死掉了 在哪里 没有 但是我们有一个灵魂 不灭的灵魂 并且有这样的一个我见 过去 现在未来 那当然在哪里 找不到 然后从三处 三处跟这里一样 灭跟外 但是它还有中间 灭外中间 就是在我的身体里面 没有 在我的身体之外 有一个心 心在身体之外 也不是 在身体之内 也没有 在身跟 在这个身体 这个内外的中间 那中间是哪里 也没有 从三 从三度 一般是从三性 心有三种特性 它有 有善 有恶 有无际 一般是从三性 保健君 从三性里面的善 恶性里面去说 善 恶 无际 有这三性 善性 恶性 无际 因为我们的心 有时候有好心 有坏心 有时候有不好 不坏的心 所以这三种 是这种特性 从三性里面去找 也不是 那它从三性的三度里面 贪 秤 吃 去找 到底 到底什么是心 如果贪心是心 那怎么会起称 因为 它就是独一的 它不变的 贪心又变真心 秤心又变吃心 贪心吃心的时候 秤心就不能讲吃心 那不然你就变成 有三个心 有贪心 有秤心 有吃心 那一个人怎么又有三个心 那些像这样 那三性 三对无际也是这样 从这样去找 既然没有心 那就没有我 因为 有这个心 才叫做有我 那就是无我的道理 就是用 用 就是 你怎么要去观察 这个无我 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观察法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大概有这一些 那等一下来看经文 那里面会好好讲 那这个无我 无我 是核心 就是解脱的主要关键 就是看你有没有断身见 断身见就是我见 就是去掉这个我见 那你只要有我见 你一定就会有生死 你只要没有我见 你决定 你决定向解脱 虽然现在还没解脱 但决定向解脱 因为出国断身见 出国断身见 就是断我见 但还没有真正把 这个我见断掉 就是断了身见就是我见 但是我见有两种 一种是分别我见 一种是根本 根本我见 那出国 出国断分别我见 他有出有事 我见 分别我见 意识分别而起的 我见 这个断掉 根本我见还没断 这个就是后来讲的 阿罗汉断的无名 那根本我见断掉了 就不太有生死 分别我见断掉 这个是断身见 这个叫身见 这个叫身见 其实就是我见 那一般叫身见 断身见之后 那么决定趋向解脱 变成正定句 一定得解脱的 最多七次 最快一刹那 这一刹那 断出国下一刹那 就断阿罗汉 这很快 就像吴比丘 阿罗乔尘乳 佛讲的他就正阿罗汉 那也很快 也不用说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还有七次 没有 他单身就正阿罗汉 下一刹就没有断了 就把根本我见就断掉了 那如果你断分别我见 那这个就往生了 没有再继续修 那么就是最多了 最多七次 像有一些正出国二国三国的非常多 那波斯尼王 据说有证出国 苹波斯尼王好像正三国 很多在家人都正出国 二国三国的非常多 甚至有些也有证阿罗汉的 也有证阿罗汉的 他并不一定是出家 出家也很多没有证的 正不中狗跟在家出家 没什么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出家可能比较容易 为什么 因为他专精休息 他常常比较有时间思维 无我的道理 比较不会照二月 因为照二月就有障碍 比较不在五欲之中 比较五欲就会有障碍 五欲是上道房 但是如果你在家 你不执着五欲 而且你时常 常常思维 这个五欲无我 然后你也可能可以解脱 如果你出家 你不常常思维五欲 你不常常思维五欲无我 又常常揽着于五欲 那么你也不可能可以解脱 所以他跟有头发没头发 穿什么衣服没关系 看你的心在想什么的东西 如果你的心偏离五欲 他本身就上道 不容易 因为五欲就是这个身心的喜乐境界 揽着 身心的揽着才五欲 那如果你虽然受五欲 而不揽着五欲 那么你还是可以得解脱的 就好像莫利夫人 波斯尼瓦 品博斯波斯罗罗 这些都有无欲啊 看吃的可好 穿的可好了 享受的可好 但是他不然做 佛头有时候也吃的很好 人家供养他一定是好的嘛 但是他不然做 所以不是看你吃什么穿什么 而是看你吃这些穿这些受用 因为每个人福报不一样 而是看你吃这些穿这些受用这些的时候 你心有没有揽着 那如果你没有 你可以训练 如果你没有 那慢慢慢慢 你不揽着这些 那么你基本上 你的战道法就比较少 战道就是你的烦恼比较少 烦恼比较少 不是就可以解脱 没有 你还要思维五欲如我 思维无我 那思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有很多种思维法 那你这样子又 你可以得解脱 那如果你是有发佛的心 你就是可以正无身法的 是可以的 而且今生就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不思维这个 我们现在的修行方式变成 不思维无我 那么不念什么 不念无我 不念什么 不念佛 不念经 不念纵 大概这样 这个有时候跟无我没什么关系 那你的心并没有思维解脱法这一块 所以它当然不能解脱 你可以往生 你可以往生进土 但你到进土之后 你再去思维 有这一种 但是你在这里就可以思维 如果你这里思维无我 你在正 你在花艳往生 那个都是上品 花开见果 其实这样 所以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 尤其是北传的 南传的有些还在思维无我 北传的基本上 已经没有人在思维无我了 没有人在思维远起 远起无我 五一无我 六处无我 那都在想极乐世界的殊胜 这个要是佛果的殊胜 那阿弥陀佛的功德 要是佛的功德 然后希望能够到那里去 好好跟佛学习 那当然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你可以就在这个收伯世界 那么思维这个无常 苦空无我的解脱法 那么这个还是 就是说因为北传佛教 从这个可以说从宋朝以后 宋朝以前都是 都是这个读经跟 就是读经跟义经 就是学习佛法 参义经典学习佛法 就是从义经跟读经 后来变成印经跟送经 就变成这样 就也不学习了 反正就是文练的就有功德 印经 也没有很少读经 送草以后就 所义的经典就没有什么重要 然后大家也不研究 也不研究经典 就只是拿来送 送了就有功德 然后拿来印 印了给人家读就有功德 就变成这样 从读经 从这个义经跟讲经 读经就是讲经 就是人讲 人学 从这个唐朝以前都是义经跟讲经 唐朝以后 宋朝之后 基本上禅宗跟庆土新盛 那么经典就变成是印经 宋朝的印经月 义经月 不过比较没有什么影响 就主要是印经跟什么 跟诵经 你也不去思维他的道理 就只是诵 诵完了就有功德 就像我们叫诵弃乡经 诵经刚经 那你只负责诵 你负责诵经 佛菩萨负责把功德送给你 变成这样 其实哪有可能 不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现在来看 这个三圣共法的一个核心 其实就是四弟与人情 忠告 其实是这样 那先来讲 先说三世共法的总当 佛说的法门 虽然是随机说法 无量无边 但归结起 所说的解脱道 不外乎四弟与元其法门 离开了这个 是没有出世或往 假设你不知道四弟 你不知道元其 你不知道中道 那简单讲 直接讲就是 你不知道无我 不管是四弟元其中道 你虽然知道四弟元其中道 但是你没有由四弟元其中道去证得无我 你还是不能接通 所以四弟元其中道 都是在告诉你无我的 四弟就是元其 元其就是中道 这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讲四弟是怎样 酷吉念道 第一这是真实不虚的意思 四种真实不虚的意思 苦跟己是什么 有因有缘 四见己 苦就是我们的身心的苦 有因有缘 四见己 所以常常讲四见是苦 这个四见 这个苦就是四见 四见主要是 三种四见 这我们讲过 四见苦 就是五印四见 就是五印身心 所以苦主要是身心的苦 生苦辛苦 五印四见 国土四见 有山灾 八拉 国土 有情四见 应该是这样 五印四见 有情四见 国土四见 他都是无常会变的 有情 六道人会 国土四见 这个是一报 有情的正报 是五印身心 有情的一报是国土 有情 就是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都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就有烦恼 这个是有情的正报 这个是指我们欲见 欲见有五印 社界无社界就不一定 那你说我们有色受想几次 你到了回想会不会想就没有这个色 甚至有些没有想 那国土是一报 这个是正报 那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是五印 五印六处就是就我们这个欲见的人来说的 是就我们欲见的人来说的 六处也是就欲见的人来说的 所以佛说的法是为我们这个欲见的人说的 就是为我们说的 比如说言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畏处 你到了色界 那就没有什么 没有蛇 蛇刺 有蛇跟但没有蛇刺 因为也没有鼻 有鼻跟但没有鼻刺 没有 所以就到了无色界 连色都没有 所以这种 就是对我们这个欲见的友情说的 人说的 对我们人说的 那这个是苦 那不管怎么样 有情众生 他只要在三界六道 欲界色界无色界 他就有苦 那这个苦等下我们会讲 就有所谓的八苦 南传人讲十一苦 北传人讲八苦 那如果把五印赤胜不讲的话 就是七苦 南传五印赤胜不讲的话 就是十一苦 五印赤胜你加进去就十二苦 就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后面会讲 有苦 那这个苦 苦主要就是因为 有这个身心就有这个苦 老子也这么说 我这时候有苦 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身心就有苦 那就有情都有 有情都有苦 没有那个没苦 只要有生死就有苦 生死之中就有愿正会 因为有情 三界六道轮转 他就有生死 他就有生死 生死之中 从生到死之中 生也是苦 死也是苦 你知道我们现在一一来讲 生死之中就有老 如果我们从北传人来讲 就是老病 然后愿正会爱别理 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愿正会爱别理 就导师这里有归纳 现在我们再来看 求不得 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就有这一些 那这一些都是有五印身心 老生到死 你只要有五印身心 或是你只要有身心 或是你只要有生死 你只要有五印 你就有生死 有生必有死 有生到死之间 就一定 一定会有老病 愿正会爱别理求不得 一定有这一些 那你只要在三界六道里面 你一定会有生死 有生死之中就有这些 那简单讲 一人来讲就是会有五印身心 所以这个叫事件 事件是苦 是这样来讲 那这个苦 有因有缘 都有因有缘 有烦恼有业嘛 那这个只要是烦恼 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因有缘苦味面 那这个因缘只要是定分位 那这个就是缘起啊 缘起就是这样 那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缘 舍异火就听到这个就是如我了 那五印也是因缘而缘 这个叫做流转的 有因有缘世间级 这个叫做流转的 缘起就是流转的 这个是缘灭的 所以四帝就是缘起 那也就是中道 这个就是缘起啊 缘起就是这两个啊 流转共还滅的 那中道就是他所证得的无我 他证得这个无我的方式 不是苦的也不是乐的 不是偏苦也不是偏乐 缘着无欲 然后或是自己 自己修苦行 要得解脱 无有失聪 那也不是常见 重点是非常非断 你所证得的这个无我 不是 你不是断灭的无我 那也不是常见的我 因为印度教 婆罗门教 以见真我得解脱 婆罗门教以见真我得解脱 就是报告合音 饭跟我 我在我进入这个大饭里面 以这个见真我得解脱 但是佛教讲见真我不能得解脱 那你执着断灭的无我 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非禅非断就中道 所以这个是得解脱的 中道也可以讲是八正道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四帝就是缘起 缘起就是中道 那这个我们理解一下 在这个后面里面 就这一篇三圣过法 这边就开始都在讲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 这个解脱大不外乌四帝与缘起 离开了四帝与缘起 没有出世佛法的地 地就是真实不虚 就是不颠倒 所以也有确实的意思 就是我们说真实不虚 真实不颠倒的 佛的出世法门是以苦 疾灭大事者 正确了开示人生世间的特性 那世间苦恼迫切的原因 就是这个世间 我们说这个一般来讲 大致人来讲三种世界 身心世界 你在哪里 你的世界就在哪里 离开了你没有这个世界 就像是这样 所以我在哪里 我想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什么 你在哪里 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 就像有些虫生活在泥土里面 它的世界就是在那一方 完全不一样 这个世间的特性就是苦 世间苦恼的原因 我们说三种世界 武艺世界 国土世界 友情世界 苦恼的原因就是几 就是它不是单一的 它是众多因缘和合的 那积极的 那这个是极 那苦恼其实就是业 那业是烦恼来 所以就是烦恼就是业 书名超越世间 消除一切苦破的禁地 就是灭 灭其实就是灭苦 就是灭极灭 灭其实就是没有痛苦的境界 就叫做灭 所谓急灭灭盘 灭盘的意思 灭盘就是灭 所以叫做急灭 那它是没有痛苦的 就是灭除一切痛苦 灭主要就是灭苦 灭主要就是灭苦 它又叫做灭盘 灭盘 那只要就是离苦的 灭苦的 一切苦的消除 苦的消除 它基本上就是苦的消除 那印度人原来它的灭盘的意思就是 痛苦没有了就叫做灭盘 肚子饿 肚子饿 会不会苦 会 吃饱了摸摸肚子 灭盘了 灭盘了 口渴会不会苦 会不会苦 会 喝热水 这个感觉上 灭盘了灭盘 就不口渴了 脚很痠 膝盖很痛 走路走很久 膝盖很痛 摸摸膝盖 坐下来 不痠了 摸摸膝盖 灭盘了灭盘 大概就这样 那所以 但是佛法 把这个灭盘当中 一切苦 一切苦 印度是苦的消除 就是灭盘 那佛法把灭盘的意义扩大 生化 变成一切苦 不是一个苦 牙齿痛 牙齿痛完眼睛痛 眼睛痛完头痛 头痛完膝盖痛 那你永远在猎牌 一直在猎牌 没有 一切苦 不是一个苦 不是一时的苦 是永远的消除 不是一时的消除 你肚子饿 吃饭就猎牌完了 吃完饭不饿 就猎牌了 等一下明天就饿了 又开始 又开始 就一天可以灭盘好几次 就变成这样 但是佛法是一切苦 究竟 就是不会再有 不会再生起来 究竟消除 究竟的灭除 不是一时的 不是一个的 是一切苦 究竟的灭除 叫做灭盘 苦从哪里来 苦从业来 业从哪里来 业从烦恼来 所以灭盘就是 把一切苦因 把一切的烦恼都断除 因为烦恼断除了 不会再因烦恼照业 不会因烦恼照业 就不会有什么 有这个 有这个 业不会论生 烦恼不会论生 业不会招感生死 就不会 没有生死就没有苦 气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切苦就尽除愿 就是奥迭盘 那如果还有一些苦没有去除 就叫做有余灭盘 有余 阿罗汉 这证了阿罗汉之后 身体的苦还没去除 心里的苦都没有 心里的苦不会再有 但是身体的苦还会有 佛陀口渴也要喝水 不止饿也要吃 吃臭也让他不止也是痛苦 那还没有苦有 那苦受哪里 从之前的夜暴生还留着 说还有苦 所以但这一生 这一生 没有了 这个身体寿命尽 辛苦已经没有了 心的苦已经没有了 五蕴就是身心而已 五蕴就是身心结功 心已经不起烦恼了 已经把烦恼都断绝了 所以没有心的苦 身 这个身是过去的烦恼跟夜 留下来的 还有 但还有受苦 身的苦还有 就是这些痛苦还有 所以这个叫做有余灭盘 还余有什么 余有这个夜暴生 还余有这个身苦 那等到这个没有 这个身体也没有 火化完 连身的苦也没有 身心皆不苦 那么这个就叫做无余灭盘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世间苦恼破绝的原因就是急 说明超越世间消除一切苦 是一切苦 那么苦又逼迫性 那么所以这个苦破的禁地 这个叫做灭 道达灭除苦恼的方法就是道 这个道就是八正道 佛的初世法主要是以世地来说明 苦即灭道 苦跟急 有因有缘 那道跟灭也是一样 有因有缘世间灭 有因有缘世间急 世间就是苦 有因有缘苦会神起 有因有缘苦会消除 那我们简单讲 也是比如说有因有缘我会起烦恼 有因有缘我不起烦恼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烦恼就是因 那凡事你都从原曲去看 你很容易找到答案 也很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你会知道这个问题 暂时可以解决 暂时不能解决 暂时不能解决的 你不会在烦恼上再起烦恼 就是不会在这个苦上再加苦 那可以解决的 你就把它消除了 它也不会苦 其实是这样 佛法是性质相成的 就是前面有讲 性有质 性为能入 自为能度 绝不说信了就可以得救 这个是其他宗教的说法 相信就可以得救 不是 你还要修学 你信而不学 没有智慧 你不可能能解脱 甚至我有听过 有所谓的解脱众 你念了就可以解脱的 没有这种事 甚至有一些认为 有一些做法 往生做 你烧了给他 然后他就可以往生的 也没有这种事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 但是很多 他说 即使佛教中 后来慢慢也存在着很多迷信 跟其他的宗教一样 存在着很多迷信 佛法原来就是正性 不迷信的 后来慢慢变得很迷信 其实越后来的人 他越求那些 就跟神教相应 求那些方便 其实佛法原本就是智慧 你智慧了解事情的真相 那么从苦因里面得解脱 从烦恼里面得解脱 就是知道一切痛苦的原因 是因为烦恼 所以你把烦恼断除得解脱 那我们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 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烦恼 那我们就求佛 求菩萨 让希望他们把我们的痛苦变没有 希望把我们没有的福报给我们 增加我们的福报 灭我们的罪 除我们的烦恼 佛不能灭你的罪 不能处你的烦恼 不能增加你的福报 你要知道 佛不能灭你的罪 不管你念的是什么佛 有多大功德 他都不能灭你的罪 不然他有 不管他有多大的慈悲 他都不能消你的罪 消你的业 佛不能灭你的罪 不能消你的业 不能处你的烦恼 不能增加你的福报 你说那我们信佛做什么 我们念佛做什么 我们拜佛做什么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佛虽然不能灭你的罪 但是他可以怎么样 告诉你怎么样灭罪 佛不能消你的业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怎么不照业 照了业要怎么办 怎么解决 就好像医生 医生也不能处你的病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 你的病怎么来的 你必须要吃什么药 他可以开药番给你 让你回去吃药 医生绝对没有办法说 手放在你头上 因为我是有牌的医生 我是很慈悲的医生 那我就把你的病拔出来了 医生之所以治你的病 也是要你吃药 他可以告诉你的病怎么来 那你要怎么样 以后不再生病 现在的病要吃什么药会好 这要怎么治疗 医生不过就是 他要给你吃 告诉你治疗的方法 佛也是这样 你不可能念佛拜佛 你的罪就消了 除非你的罪是因为不信佛来的 那你现在信了 那当然就没有那个过失 那你的罪是因为你伴佛 诽谤佛头 那你现在信佛拜佛 你就不诽谤了 那当然你伴佛的罪就可以消 你的罪是因为你骂佛 现在你跟佛唱的了 当然你骂佛的罪就没有了 可是现在是你生死烦恼的 你自己造业的 你即使念佛拜佛 你那个生死业还在啊 你有我见 你有我爱 那你不会因为念佛拜佛 我见我爱就没有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理解 那你的生死是从哪里来 你的业从哪里来 你的烦恼从哪里来 就好像 就好像 假设说夫妻感情不好 那你念佛拜佛 夫妻感情不会变好 不会 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会不好 彼此之间到底代沟在哪里 你嫌隙在哪里 你的真解在哪里 你念佛拜佛让你有智慧 让你的心安定 安定以思维佛法缘起的道理 你有智慧 可以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依爱心 依慈悲心 依智慧心 那么慢慢的去解决 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的 有因有缘世间情 有因有缘夫妻会吵架 有因有缘夫妻会吵架 吵架的因缘在哪里 你去把它找出来 解决掉它 然后有耐心的去解决它 那它就解决了 那如果没有 你希望佛替你解决 又不是佛让你们吵架的 如果是佛让你们吵架的 那佛来说一说 那当然就好 所以这种一样 这是我们大部分的 现在的佛教徒 那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归结到冤亲在座 把所有的功德都寄托在诸佛菩萨 而自己不努力 自己不找原因 自己不用功 自己不修学 你的修学就只是我念着佛 我供养佛 我拜佛 这个就是啦 其实不是 这个还不是 当然这个也是修行之一 但这个只是什么 念佛 念佛是测发你的信念 修学的信心 你要像学佛的信念 我有这个信心 我有这个愿力 我要跟佛学习 念佛是测发信念 拜佛是降服我慢 那你才会听佛的话 你心才会柔软 你心不柔软 那么非常的傲慢 你谁的话都不信 谁的话都不听 那你怎么 你怎么会有方法 气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要 让你的心柔软 让你的心专注 让你的心清静 这三种 佛法不会就是这样 令心柔软 这个词间 不招恶焉 令心柔软 令心专注 一行 你心上弱很有力量 你心要有力量 要专注 令心柔软 令心专注 然后令心怎么样 令心明把有智慧 那就清静 令心清静 不是令心明把 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可以 怎么样可以不这样 为什么会受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你知道了吗 那心有力量 那心有力量 你才会长出智慧来 一定发挥 所以佛法不外乎 就是令心柔软 令心专注 令心明把 那么 之后 也就是令心清静 不起胖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 所谓的正性 正见 有一些世间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说是佛教徒 完全没有觉察的能力 没有觉知什么是佛法 他所谓的佛法就是 出一十五 买花共佛 点香 然后什么 然后他有皈依症 然后他天天找课 送朴门饼 晚课送清钢经 或是找课送清钢经 晚课送朴门饼 天天 天天攻进佛菩萨 这样而已 这个还不是 这个远远不是 所以佛法最殊胜的就是 学佛的人 多有智慧 有信有智 相信佛法 学习佛法 然后拥有佛法的智慧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佛法跟其他宗教最主要的差别 不在信仰 在智慧 所有的宗教都很虔诚 那个佛教徒多虔诚 宁愿牺牲生生命 也很虔诚 那个苦行外道多虔诚 一辈子举一只手 一辈子用一只脚 一辈子不吃饭 一辈子晒太阳 多虔诚 佛教徒都做不到 那个多虔诚 不是 不是因为虔诚而解脱 不是 那有些人也有神通 你也不是因为神通而解脱 而是因为智慧而解脱 慈戒修订外道都有 共识戒 可是对缘起无我的了解 只有佛法有 只有佛法有 你没有缘起无我 那你要正缘起无我 就是心要有力量 心要有力量 就是心不散乱 心不散乱 就是心不攀缘 大师主讲的 督色六根 敬念相近 就是让你的心不攀缘 都收射起来 气是这样 那心有力量 心有力量 念佛是一个方法 可是念佛念到心有力量 从念佛中中看 看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唯心所见 那从唯心所见 再去观察这个心 回到刚才讲的身心 观察这个心 那心是什么 不在面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那这个心是什么 虚枉 不死 这样 这样察觉无我 正如无我 有些东西 也是这样 好 我们等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必须 佛法绝对不是说信了就可以得救 必须认清人生的苦过去 你要先知道 不然你要先知道我有苦 我才会去理苦 你要先知道我有病 我才会去治病 而且这个病一定要赶快治 但是你这个病反正也没有什么相爱 留着也无法 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要先认清人生的苦迫性 苦痛的原因 第一个我是有苦的 第二个这个苦 这个苦有逼迫性就是 他必须要赶快解决 就好像你这个欠银行钱 三点半之前要解决 不解决 你以后就很麻烦 你被这个信用不良 我跳跳了 你以后就很麻烦 你这个病恶化了 比如说被蛇咬到 他有时间的紧迫性 你不赶快送医 不赶快打血清 你就很麻烦 甚至会死 甚至没有死也很难解决 这手指断了 有紧迫性 要赶快到医院把它接起来 过了久不接 就永远接不起来 这种叫做紧逼迫性 有紧迫性 那你必须要认清 说这个苦有紧迫性 逼迫性 这种苦迫性 苦有逼迫 它不是可以给你慢慢来的 可以给你 反正也没什么关系的 不是的 所以你要认清 要先认清就这一点 所以有些人都不觉得说 年轻都不觉得说 我现在还有年轻 等我老了再休息 就是没有认清到苦的 苦的逼迫性 那苦痛的原因 除了认清到苦的逼迫性 你还要认清苦痛的原因 为什么会受苦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找到原因 你是不可能除苦的 那 我们很多时候都把原因 放在冤亲在主身上 是因为他让我受苦 或是放在佛菩萨身上 是因为佛菩萨不加持我 不帮我 所以我才受苦 不是 原因都在哪里 都在自己的心 起烦恼 造恶业 所以要怎么样去掉烦恼 不造恶业 这个才是主因 这才能从消除苦痛的原因中 起厌真理而得到解脱 不再受无限生死的苦惑 那我们生生死死 生死死生 不断的在经历 那这个苦当中有很多种 伤苦 苦苦 坏苦 辛苦 八苦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人 求不得 那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这一世中有好多次苦 那我们在这一世中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今天牙齿痛 明天耳朵痛 后天骨头痛 年轻的时候 年长的时候 没有钱的痛苦 年轻的时候 这个有害怕 种种的痛苦 年老的时候有痛苦 反正有钱有钱的痛苦 没钱的没钱的痛苦 有父母没父母 有妻儿没妻儿 反正都有苦 那一次又一次的苦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苦 有时候在散热道 有时候在天上苦少一点 有时候在散热道苦多一点 他们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受苦 没有停止过 好好想 那么想了之后 你就觉得这个苦逼迫性 我一定要解决它 我不能放着它 我一定要解决它 就好像你喉咙痛 非常痛 非常痛 你不可能说痛就给它痛 没有 眼睛痛 非常痛 想办法要先震痛 然后震痛之后 在震痛的当下 要赶快把苦的原因去除掉 让它永远不通 一定要这样 好 那我们先下课一下 谢谢大家